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也算是这个围棋史上一个让人这个茶余饭后感觉可以讨论的事情 是啊 可能也就是因为这个时期所以说才有这样的一个产物 其实我们在网络上对局以来呢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 比如说是像联校在这个对深圳序的时候 由于这个可能是网络的原因也有可能不知道最后嘛 反正咱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反正是超时赋 还有之前这个朴婷环在网络对局也有过超时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可能就是这个这个时期呢让我们带来了更多的这种话题 对对 是 希望这个这些尽快可以成为历史吧 对 然后以后还是少少出现这些遗憾的事情 是啊 其实我们也特别希望这个面对面的对局其实乐趣更多一些 在网上对局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少了点什么 是 你有这种感觉吗 你在网上平时下的多吗 我一般现在因为我就就在网上训练 对 然后现实比赛的话因为今年的关系也是非常少 对 基本上这一年的棋应该差不多都是在网上进行的 确实感觉还是不太一样跟棋盘上下的是还是有区别的 我觉得不过我感觉就我下的还比较多在网上 感觉跟棋盘上水平可能发挥的也比较接近 但是有的棋手可能差的就有点多差距有点大 对 而且有的棋手他可能就不愿意在网上下棋 是 然后可能他就训练这一块可能就有所影响 对 就像是你说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其实我们之前的维甲联赛对上一些韩国棋手也有要在网络上对局的 就像是我们队的一些棋手就会觉得在网上下棋还是有点这个别扭 因为他做的时间相对要长一些 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你一段时间都在网络上下棋的话 那在网上下棋其实还是比较的这个就是觉得还是自然一点还是挺顺手的 但是呢你有一段时间都是在棋盘上下棋突然间有一盘被抽在网上下棋呢 他们觉得好像没有马上能进入状态 所以呢确实在网上下棋跟面对面下棋啊 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我想我们的棋友肯定也是能有很深的一个了解 他们因为大家现在网上下棋的越来越多了嘛 嗯 行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现场的画面 也是对着电脑 对啊 其实时间长了 其实也挺疲惫的 感觉他这一盘每一盘棋都是在电脑上下 我看咱们中方的对局室好像就是一台电脑 韩国的对局室好像是两台电脑 是吧 它是一台大的屏幕 然后还有一台小的笔记本电脑 所以才造成了他们第一局的那样的一个事故发生 今天好像就撤了 那一台笔记本电脑就撤掉了 哦 也改过来了 嗯 所以说呢 其实这个看来啊 各个方面的细节啊 都需要注意 如果是在网上对局的话 对 嗯 因为里面只要规则写的也是比较清楚 所以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事实 是啊 嗯 然后我就看到那个网络上的一些报道嘛 说昨天确实还挺冤的 鼠标线碰到了那个触控 嗯 是 确实也是小概率事件 那不知道呢 经过昨天的那样的一个应该叫事故的发生啊 那深圳序能不能很快的把自己调整过来 这个状态呃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进行一个调整 也咱们就通过今天的这盘棋就能看出来 好 是 今天的棋局 那今天第二轮的话就交换黑白 对 科捷呢 科捷的黑线 其实像三星杯呢 我们还是比较喜欢下黑线的吧 因为它贴六木板嘛 从为中 对中国棋手来说肯定还是比较喜欢下黑线 是 对 因为它是等于白白的就是好了一幕 嗯 对于韩国棋手来说可能他们感觉应该是没什么差别 因为他们本身就贴六木板 对 对 然后这个开局的话 还是稍微的少见一点 对现在的布局来说 嗯 好像这个这个对着的小木 其实科捷也好像是比较喜欢的一个一个下方 嗯 那么面对这个他这个小木 这个深圳序第二手就站到这个行为 嗯 应该也是有备而来 我觉得 因为他明知道这个科捷也喜欢的这个布局 他们俩之间肯定已经非常熟悉了 是啊 对 就是已经研究的太多太多了 就是可能每天自己的假想敌 就是就坐在对面的那个对手 嗯 对 然后这个肯定是已经研究的非常透彻了 应该也是做好的一个一个赛前的一个准备 然后下了这个行为和这个小木 对 因为这个小木对着别人呢 还是少见 基本上现在很难见到 一般好像对着人家的 对 人家都会 都挂过来 非常有心情 对 就是这种还是比较少见 就是他既然在这么重要的比赛可以这样下 肯定他还是做了充足的一个准备 嗯 嗯 那黑的就挂过来 也是很正常 是啊 嗯 不过我看大家就都说啊 深圳序对网络 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招法研究的特别透彻 说是在前几十步 好像都下得非常的快 几乎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对 他就肯定是很 就非常的专注于这个这个起 嗯 每天肯定利用 就是他每天对着都是这个人工智能在训练 嗯 现在大部分骑手也是 不过像做到深圳序这样的还是挺难的 我觉得 还是挺难的 是啊 嗯 就是首先得保证他这个训练量 嗯 再有韩国 其实我挺好奇的 他们 韩国国家队他们用的是什么人工智能呢 好 应该是里拉 哦 对 那好像从技术上来讲 比如我们中国国家队的这个版本要差点吗 差 应该应该就是正常上可能是要少要差一点 但如果就真的你其实你能理解他的话都是一样的 我觉得就是你你不可能完全的去理解人工智能 就是但是他大致上还差不太多 就是你能有他的那个一半或者一点点就是如果是相似度 其实已经很厉害了就完全不是那个他就是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的差距在咱们看来真的就 差不多 没法就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我觉得 他们就是大方向上是不是都没有什么差别 没什么差别 主要就是具体招法上 具体招法 他们对齐的一个理解不太一样 就是就是我就是觉得可能咱们决议可能就是骑更更加的就是狠一些 嗯 就是他就是基本上不太退让的那种 然后利拉的话可能就是比较柔和一些 就但大方向上其实差不多的 哦 只是他们确实你说人也有棋风的关系 就是他人工智能他也有棋风的关系 哦 也只是棋风的关系大方向上应该是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那如果这几款人工智能的一个棋风的来讲 那你觉得那你用过的这些人工智能 你觉得他们的棋风都是 就是我我用的话就是反正我觉得利拉其实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就作为我来说 比如说像金镇啊 还有就是一些别的 我不就决意我接触不到 因为现在我也不在国家队训练 好 现在基本上是对国家队的训练的这个 然后所以我觉得利拉还是比较符合人类的 就是人类棋手可能更容易理解他 嗯 像金镇的话他他是不退让的 嗯 他不管优势也好 劣势也好 就是他的棋应该是一样的 就非常的强硬 嗯 所以我自己的棋风来说 可能我觉得利拉可能更适合我 就每个棋手可能适合的黑暗也不一样 对 那可能那平时你也是用AI就是那个利拉在训练 对对对对 但是我现在看的也不多 那看来你跟深圳去的棋风差不多应该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 但是他还是 你们毕竟是同出一师们了 也不能这么说 实战的话他就选择这个反挂 这个肯定是他已经做好了准备的 然后黑漆手脚 手无有脚 嗯 然后白的飞压 这个都是呈现的一个变化吧 然后黑漆飞出来的话是感觉也是那个人工只能教的 以前其实都是跳 对 但是他是不是怕这个拖三三是吗 他好像有怕拖三三也有怕就是将来有可能被连着压 就他感觉这个跳的话 骑行还不是太完整 就飞的话他这个骑行基本上是完整的 这个跳的话就毕竟还是有冲断啊 就是他感觉好像不是很完整 他是这样 这样好像这样理解 他觉得飞出来这个骑行更厚实一些 以前我们好像就是觉得如果能把骑下在三路的话 肯定不愿意把骑下在二路 对 那二路吧就比较低 对对 然后可能就没有接下来的 就是你没有心情接下来在这条边上下骑了 你可能就会在这条边上下 但是像这个骑行呢 如果你跳出来的话 白骑也不太可能压吧 因为他这有个 也不太可能压 是 他就先应该就放在这里 就放在这里了 就将来看情况 他是选择拖 再说 就是他就是觉得这个骑行还是稍微有点问题 有几个冲断 对 他觉得这个可能更厚一点 是电脑是这样这样推荐 那现在就是我们在遇到飞压这个骑行都是飞出来的吗 是吗 就是这个跳是已经被淘汰了 我们已经不用再去洗了 如果是我下的话 我可能会跳 就是我如果我下这个气 我可能会跳黑气 其实有的时候 Lila是怎么下的 她是应该是飞的 她是飞的 推荐是飞的 但跳也不会差 就是不是差很多的那种 就差不多就差零点几几几几的那个 就是差不太多 就我下的话 我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听AI话的一个人 就是他有的时候他推荐的 我觉得我不喜欢我就不下还是下我自己喜欢的气 对 说起来我突然想到你这个还是第一个打败人工智能的骑手 是不是对人工智能其实之前肯定应该是有所研究吧 没有没有 我跟他下之前没有任何研究啊 没有任何研究就把他赢了 对啊 就其实我就是下自己的棋嘛 就是就等待他的失误嘛 嗯 其实就当时我就觉得我只要不失误 我为啥就下不过他呢 就就是就这样想的嘛 然后就等等他的失误嘛 对 就后来就等到 当时我们还可以那么想 哦 是现在确实 就反正他实在是走这个 然后白棋马上呢就跟着黑棋飞了 嗯 这个就是我就不太理解了 就是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下法 哦 我不知道是不是深圳序他的那个秘密武器也好 或者是他的研究成果 因为现在不是您刚才说的 就是飞压的时候 黑棋飞出来的这样的招法已经很多了嘛 那我想那这手机有可能就是在他的那个研究之内 不是说他前几十手 应该是在他研究之内 就正常来说 我觉得我认为百分之可能90的棋手 可能都会 拖先 拖先走这种这种正常的大场 对 飞一个或者尖一个 这都是很正常的 包括在上面上面尖充 这也都很大 这个棋还是真的是挺少见的 反正我在看棋谱的话 最近没有看到马上就飞过来的一个下法 也许我看到棋谱太少了 好像看起来就是因为一般来讲 无论你挑还是飞 我们都可以理解为这个钉是已经下完了 对 然后黑棋再走什么 其实对白棋也没什么太大的威胁 就比如说给孩子们讲课就说 你这个棋你怕不怕黑的飞 对啊 会怕不怕黑的走 肯定不怕啊 如果不怕的话 那你就其实没有必要在这个局部继续下棋 对 你以后肯定还是轮着你下 因为黑棋不会下 肯定还是白棋走 这是一个确实一个正常的一个理解 但是既然他走在这了 我认为他肯定是会有研究的 就是从胜率上来看 确实这首棋没有差 就确实没有差 可能是真的就是他自己研究的一个成果 当然作为我来说我如果是白棋 我肯定不会这样走 对我可能会走一些 对先脱线 对我会先脱线 那实际上他这样走了 其实也不会有过任何问题 陈老师也说了这个 陈正旭在前半盘 他的这个吻合率基本上是跟电脑没有区别的 嗯 然后黑的就把这个棋冲了之后 虎住 然后这因为有个断点嘛 然后黑的白的补一个 就像成这样 说实话我真的不是太喜欢这个白棋 就是觉得 就是花一手棋 脚上黑的还围住了好大 然后这个地方还有各种夹 什么还不是很厚 就把这个地方给它封住 这还漏个封 就是我不太能理解这样的一个一个意图是什么 至少我觉得白棋的这个朝向不好 如果他换一个 他朝向的是自己的心 就是这是一颗白的心 这应该还挺好的 你这朝向朝向的是人家黑棋的一个无忧角 这么坚实的一个角 我总觉得这个方向欠点意思 就是我 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真的完全去理解 其实就是他这个肯定是他那个研究的 就是他平常训练的一个棋型 他肯定是有下过的 对 就是当白棋飞压的时候 我发现只要黑棋 别跟着二路爬就挺好 对跟着爬 其实就可能已经亏了 就是别人可能不走 你也亏了 这种棋 就算爬一个人家脱线 你都亏了 都有可能 对 因为你将来你要走 可能只能搬起来 你本来可以飞起来 你搬起来的话 就等于你没有飞前斜着飞了一个 就是说你可能跟着爬 这种棋确实比较少见了 就像点三三的这种棋 就是什么 如果你就是你 比如说走 你飞 我飞出来 就他马上点三三嘛 我就比如说摆一个这个棋 然后这样 对 让他飞一个 然后飞 就是这样的飞 对这样的飞一个的话 也不要跟着爬 你不要跟着爬 跟着爬你就亏了 就别人就不走 你已经亏了 因为你 如果你走 你爬完以后 你在搬的时候 将来别人还可以跟着你搬 本来如果你没有 白的没有飞到这一下 你至少可以先捡起来 对 你就这种飞的时候 就不要跟着爬了 那黑棋应该走什么呢 就其实可以直接脱线 就不用走了 如果他挡 你挡我就冲了半毡 对 其实是可以直接脱线 他也没得走是吧 他也不可能往回压 他往回压 你就往前爬 你再往前爬 然后他如果搬了 搬下来就吃掉 进行一个转换 黑的也不亏 就像这种棋的话 确实在 现在看来 就是跟着别人爬一下 就已经有点亏了 这个好像不太容易跟人爬 但是这个特别容易 这个特别容易 随手就跟着爬一个 这种棋 如果你想走的话 就是你也可以考虑 冲了另一个 就是 也可以考虑冲了另一个 给他留个断点 给他留个断点 和这个其实是差不多意思 这也是等于 他冲了 把这个地方走好 对 给你留个断点 这个也是 就是说 千万呢 就大家下棋的时候 不要就是冲了之后搬毡 就是冲了之后搬毡 白的跟着你虎一个 就是咱们不看 不要看到这个 就是只是一个局部的话 就冲了搬毡 如果白的虎一个 这样黑棋是亏了的 这个意思是什么 就跟当初我们 这个棋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最原始 最原始的一个棋 这个棋 就是黑棋呢 不要搬毡这个 因为现在就是 你搬毡和别人 虎在外面的交换 其实是亏很 就亏了的 不是亏很 就是说肯定是亏了 如果像这样 黑棋绝对不会差 但是如果你搬毡掉的话 那这个棋 黑的胜率就掉很多了 就这个棋 就切记不要搬毡 对 跟他这个虎交换 他外面太厚了 这个棋也是一样的 就是你宁愿冲一个呢 你冲完之后单力 你让他挡 你也不要搬毡 跟他虎交换 他挡的话 他还没有那么厚 他挡的话 你叫你再断他 然后他长出来 然后你就长 如果你不立这一下 你单断的话 被白棋搬毡了 这个地方就差了一些 搬毡因为你现在 你立的话 对 一会儿他挡还先手 他挡还是先手 对 你这要不走的话 这一路一点 这个一个经典的 一个死后题 那么这全都被收回来了 对 还是比较惨 然后这个棋就是 有的时候 你可以脱先 你要想在局部下棋的话呢 我就比较推荐 这个冲了力 冲了力 后中心 对 冲了力的话 给他留个段 跟这个是一样的 黑白棋可能 这种什么补一个 都是有的 这样的话 黑的局部就不用走了 就不需要再走棋了 那如果白棋挡的话 黑棋是冲了再搬毡 对 如果你挡的话 我就冲了搬毡 这样的话呢 相当于是什么呢 就等于是我搬毡 完了你虎一个 你虎一个的话 如果你直接冲了搬毡 白的也是虎 那么白的看到 白的这一步挡 其实脚上黑的是已经活的 就黑棋是局部是近活的 那你这步挡的价值 其实并不是很大 对 就所以说意思就是 你如果挡一个 那我就愿意搬毡了 如果你不挡的话 我就不愿意搬毡 强调你这步棋的价值不大 这个跟那个是完全一样的 就这样 这样我现在不走 你给我拐一个 我就搬毡 你要不拐呢 我就放在这 我就放在这 其实是一样的 但我觉得就是虽然啊 这个刚才摆的这个变化 听起来经常的 我们的棋友会跟我说 我听大家讲的时候啊 就是特别明白 我觉得我看完天然频道 我就特别想去找个对手 去下棋 但是呢 我一坐在棋盘前呢 我就感觉 就你们刚才讲的是 我听着特别明白的 我自己一下上又糊涂了 这个搬毡 确实是容易下出来的随手 对 我觉得啊 就是刚才这几个棋行 大家还得回去 好好的琢磨琢磨 为什么有了挡 他就可以冲了搬毡 为什么如果黑棋下 就要冲了单力 不要搬毡 这个要把这个韵威 好好的琢磨琢磨 您再去找对手 再去杀一盘 还是挺有意思的 还是挺有意思的 对 我觉得这边的骑行 和这边的骑行 确实可以举一反三 对 还真的还挺有意思的 是 实战的话 黑棋是直接选择了 或者选择点三三 对 就是 这其实我 如果我现在 我可能 我想飞压了再点三三 我不知道 他是害怕什么 他是怕白的尖 尖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这个得跳 这个不能飞了 因为他这边是自己的子 那我就是 我再点三三 会不会好一点 就是我 如果是我 我会这么下 但是我不知道 他担心的是什么 挺麻的 我都不知道 挡哪边了 这个 这个一点 我挡这边 派你走两个 一会儿压几根 挡那边 我也觉得心情不好 挡这边 这边这么宅 就是我不知道 就是如果是我下 我可能会这么下 就是白棋不知道 会不会 他有可能会担心 坚顶这个 这个定 这个也是一个定式吗 这个的话 就是 这有一个就是 抢先手的一个意思 这有可能挡下来吗 你挡我就扳 反正 我就 挣先手 其实我就是 挣先手的意思 比如说你长 我就爬 挡得要便宜吗 你挡不挡都行 你要不挡 有可能我就 有可能团你 团一下 团一下我长 我就 所以 那我就跳一个 跳 我也有可能不团 就放在这 有可能 就是 就是白棋这个肩顶 有的时候是一个 抢先手的意思 就比如说 白的飞压的时候 黑的飞压 那这时候 我如果跟着你爬 就大家都飞压到了 那就 我可能就肩顶 肩顶 就是 就想争先手 如果都肩顶到的话 就本然我肩顶你走 那我 正常的话 白棋 就我把这个飞回来了 那我飞压到了 你没飞压到 就有的时候 它就有这个肩顶 这个肩顶 黑的好像 挡得还是少 就局部来说 它好像搬这个比较多 搬一个 如果你挡住呢 它打了拐下来 比那个稍微要好一些 那么黑白的就反击 就搬这个 打吃 打吃完了 黑的虎一个 虎一个 它就长的话 它这个子就轻了 你虎的话 它这个子就重 那得首先看一下争责 这就打掉了 打一下之后 然后可能 跳一个 跳一个 然后呢 黑的吃一个 那局部就告一段落 就是 就这样了 这我觉得黑棋还行 就是局部肯定黑棋还可以 对啊 局部肯定黑棋还可以 但是就是白的 它挣了 挣了个先手 就是 它有没有可能这样 就这样是它担心 所担心的 我不知道 就是局部 挣先手 比如说那双双 飞的时候 你走完这个 那我可以挡下去 那我都开心 是 就现在的话 这个先手不是特别重要 但这飞一个也挺大的 还好吧 如果这黑棋这边 已经占了便宜 其实你就抢了一个先手 飞一个 不是很正常的一手棋吗 也不是说特别大的 一个超级大厂 还是挺大 就是反正这两边 如果是咱们两一开拆 背1.33 巨马嘛 刚才 如果说你简单这样硬背1.33 不是巨马 就是有可能会担心 我觉得如果能飞到 再点双双 确实感觉还可以 是 白棋是有可能这样反省 这个还有这个抢极先手 有抢极先手的这个下法 这个也是人工智能的新招吗 有推荐 就是之前是没有 对 因为我好像还不知道 这个飞鸭除了爬以外 还有别的下法 冲钻肯定是太过分了 冲钻是过分的 确实有这个奸 有这个抢先手的下法 这样的话就局部 黑棋稍贫 局部局部肯定黑棋好 因为这个子你跑不出来 你跑背我一冲 你这两边 将来你可能就奸一个 黑棋提了 这局部肯定黑棋不错 那是不是被他一奸 就注定了 黑棋肯定是后手了 黑棋没办法抢先手 你也可以选择利 利 这样他爬了跳出来的话 你就承认为便宜了 就是外边如果有一个超级大厂 我也可以立一个 也可以立 这样的话我就能确保 我是先手 对 除非白的连着爬 正常他就不爬了 这样的话肩顶一下 肯定白棋还是可以的 对 因为没有拖三三 对 白的有一个肩的话 这些断点就再也不存在了 那反正这些抢先手 都是建立在外边 有一个超级你非常想抢的大厂 是 不然的话 那我肯定第一 我白棋也不至于坚底 对 我黑棋如果你坚底 我肯定就搬了 对 对 是这个意思 嗯 就这个我觉得有可能是他担心的 那么所以实际上呢 他就直接点 学了两个新定式今天 这个确实 因为柯姐姐他棋风 其实是 我觉得特别适合这一盘棋的黑的 嗯 就是我觉得 这是他最喜欢的一个歌曲 反正 先把实控捞了再说 其实小生也喜欢实控 也喜欢 咱们都知道 韩国棋手最喜欢的就是实控 嗯 然后再跟你再去搞 嗯 但是 把他的实控抢了 我觉得这棋小生不会了 不会了 嗯 是 是有可能的 那么现在就如果我们看成这样 要是会飞啊两下的话 太开心了 是啊 太开心了 那现在肯定是没机会 对 没机会了 白的把这个飞起来 飞起来 黑棋拆一个 黑棋拆一个 其实这部拆 如果我对科技的了解 我想他应该是这部棋的 打立下去 对 我他 这部棋感觉非常的诱人 那估计我就下这个了吧 白棋 拆一个 对肯定就是他担心白的加这个 就是然后他可能觉得 这个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但这部棋的效率非常高 黑棋 就这部棋的效率 就是这一个局部黑的效率非常好 那这个是超过了一般的大厂吗 超我超过了超过了 因为就是我这样 等于这样 就本身这部肩不是也非常大的一部大厂 那么现在白的等于你走这 和我走这 做了一个搅环 这亏飞了 白棋 是 这个实地上 损失惨重 你这几一下也差不太多 反正就这个 黑棋这个形状肯定比尖起来明显要好的 对 然后那就肯定是要超过正常的大厂 嗯 嗯 哎那为什么还有很多棋手 就这个时候就放在那不走就脱先了 他不好走了 那不都是那个搬了断的吗 搬了断 有就就就经常能见到搬了断 但是就现在他等于没有这个 嗯 如果搬了断我吃 哦 这就要落后手了是吗 是的 这样你可能 你只能吃这个吧 嗯 我吃 你沾 那我飞 飞出来 这个不是后手吗 我非得要在这边走吗 那你要不走被我尝死 应该不便宜这玩意 这死三个死了还是很大 哦 还是不太肯 那么白的如果正常硬一个 那这时候被黑的这一肯 就飞压了 这样就黑的就太完美了 嗯 这就太完美了 嗯 所以说他没办法 他没办法 这个棋 啊 他不现在只能暂时就脱鲜了 嗯 白棋的意图可能就是说我脱鲜了以后呢 如果你不走 如果你走这个 我就加这个 你要拆一个 但是主要是拆的时候 这盘棋 其实是为啥 他不在这边走了呢 我也是没有太明白 就是可能真的是柯杰太了解他了 嗯 就是柯杰其实我觉得他特别想下这一手棋 但是呢 他觉得下完之后 这个白棋就会了 对 他肯定会加的 是的 嗯 那么柯杰就拆了这个 他认为这孙政序 他对他的了解 他觉得白的不会在这走 他可以先强忍着这个 对 他先 我先不走 啊 然后实战其实深圳序也是 就感觉完全被柯杰猜到了一坨 是啊 他也选择拖鲜 对 知己知彼还是非常重要 真的 真的挺重要的 嗯 这棋要我 我觉得白的就简单尝一尝不香吗 这个棋 哦 你都不用那样 对啊 我觉得就尝了尝 不是 我觉得这 不是感觉很大吗 这部棋 就是为什么 就完全被猜到呢 尝了尝 那黑棋会下什么 我可能拆这个 可能你可能会拆这个 对 你可能拆这个 拆这个白棋 我也不知道白棋 你这边甘围啊 如果你在这边打入的话 你这个被我跳一跳出来 我肯定不打入 我肯定不能打入 就是我肯定是 得想想办法 但是如果 我下午觉得白的应该会这么走 感觉这边还是发展还是蛮大的 这边拆一个 主要 我看不到有什么 就是 我假装我要 成这个 就是他如果我就算还是钱 我让你这样让我跳一跳 就是我还是监充的 就是这张棋 我主要是我判断不出来 就如果我下我肯定 我这拆大点吧 拆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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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能我就 我就算了 我就往上一点 就我下的话 我觉得我会抢这个 我觉得这部棋太大了 真太大了 实战就肯定 就我的棋风肯定是 肯定不会白棋这样选择 感觉 对 这样选择 我怎么感觉又下了一个 反正没有看着具体目数的 对啊 就是感觉这全都是在跟着黑棋下 我觉得这个布局感觉就是 完全跟着黑棋在下 然后实战可解打了一例 我觉得下成这样黑棋 不过就是从胜率上来说 白棋还是不差的 就双方还是一个均衡的 是 因为人工智能 不就喜欢这种虚的东西 当然这种虚的东西 我们特别难掌握 对 但是我觉得柯杰下棋的时候 下到这儿 心里已经是 就肯定是比较开心的了 就这个布局对他来说 我觉得是非常成功的黑棋 尤其是这样的格局 是他最喜欢的 这先捞三个脚 对啊 这个感觉这三个脚四十目 然后再加上这个 白棋要想数目 还挺困难的 对 不知道哪个 能数着实实在在的木 这种棋主要是 我觉得作为人类棋手来说 太难掌握了这个白棋 就是这些木 这些潜力啊 你就是效率 你不知道该怎么去判断它 到底围在哪够 因为杀棋也不行 就也不行 就计算计算这一块 肯定是比人工智能 明显要差 差距很大 但是都说 深圳学了人工智能之后 他的胜率特别高 那是不是 学了之后呢 他对于这些虚的东西 有一些新的认识啊 也有可能吧 有可能 但是我觉得反正下成这样 反正我肯定看好科技 就是这个棋 对 这样的局面 我觉得很多棋手 都觉得黑棋应该好下 好下 好下 他确实肯定 他理解的肯定 就是他总是拿人工电吧 那他肯定是越来越像了 对啊 那好像人工智能 都是这种虚虚的东西 只能说他胜率高 可能他还没有碰到科技 我觉得这个怎么那么像科技 自己说出来这句话 不是 确实是这样 就包括昨天的这些事故也好 什么 我就觉得每次小声 昨天我也 我也有在讲 就是在议程讲 就是 我觉得就是 他每次碰到科技 都会出点故事 总会出点故事 就是在他平时 他就像机器一样 就感觉不会有问题的 很正常 每盘棋都是一个 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运行 但是每次碰到科技 他总会有点 不一样的时候 不知道是为什么 就是 那因为对手太强大了 所以在给他的内心起了波 对 我是觉得就是可能科技 对他的压力 给他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不管从胜率上来好 从棋的内容上来好 对小声的压力还是特别大 所以他就总会出现一些 平常没有的一个问题 对 因为我记得 就是科技 有的时候 跟小声下完了 赢了之后 总会在微博上 有一点评论 然后 你每次有看吗 不过我没看 我没有 我没有 都还挺 就是如果我是小声的话呢 我觉得还蛮受刺激的 但我是 对 我觉得旁观者的话 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其实 其实作为小声来说 应该这么小 其实科技可能 比如说 如果科技在一个比赛中 赢了我 也不会对我有什么评价 但是他赢了 但是他赢了小声的话 就至少 评价了一下的话 证明就是 还是一个 其实我觉得小声 也是一个 对对手来的一个尊重吧 是 反正 我还挺喜欢 就是在这种大赛下 我还挺喜欢看看科技 看我一圈 他还是比较喜欢说 对 因为他明博现在不 就不更新的肯定很多 这个棋友就看不到 我说一会儿我们这个第一时段 如果这个结束的时候 我看看科技有没有发表什么言论 一会儿跟大家说是吧 我估计今天会有吧 我猜想今天下完比赛的话 不过我们今天下完比赛 还有赛后采访 但是采访的内容也挺有意思的 所以大家要看到最后哦 在最后我们才会放出科技的采访 实在的话打入 这个也是利用自己的后事吧 寻找一些头绪 因为这企业如果实在是干围中央的话 实在是不知道咋回 寻找一些头绪 是 那最好的就是怎么能 哎 我想到一个变化 以前我们不是经常学的 就是碰一个吗 靠上来 然后特别喜欢人家搬了打了 然后什么立下去 但是现在你应该是想多了 现在你要碰的话呢 我感觉黑的呢 搬上面 简单的搬一个 那你这个籽不要了 简单的粘上 那我尖顶一个 就你这个籽你想吃我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就尖顶了 你尖顶我就搬你一个 你看看你怎么动 反正我肯定不能搬 我搬了你打一粒 这个脚就活了 那我好像一直用挡了嘛 那我就这样 那这好像命令型 这样你还能吃掉我吗 这是咱们俩谁吃谁啊 这样 这怎么下着下着就被你给投磨了 就是这个籽它还是其实非常轻的 黑鞋 因为你这个脚上样 它有这个脱了虎 或者脱了连斑 脱了断这一系列的招法 你肯定靠完之后 你不能往上走 你只能往脚上走 对我肯定不能落后手了 那么你往上走 脚上走的话 我利用完了以后 你吃起来就没有那么大 我知道了 我是不是应该扎一钉啊 扎钉我也跳住你 你这棋吃我也是 也不行 也不行 因为前面实地实在损失太多了 白鞋你光吃我这个籽啊 你要吃的不大 我前面这三个脚 你就这一个脚 我中间如果下后了 那不是三对一吗 我冲断不便宜吧 你冲断了我就沾上 你就能把我吃的感觉也不便宜 那这个地方我应该怎么下呀 如果靠的话 就是现在这个气息 已经没有人靠了 就是这样的气息 靠进来不便宜 因为这个籽它比较轻 你吃起来有点没意思 你一脱脚我感觉我吃不了 我随便都哄 然后我走扎钉你就走这个 对 反正我肯定不能走这个 被你脱脚 这个气息你靠一个最希望的 是我搬底下 然后吃 对我特别希望下城这样的形状 但是这个应该是不会的 我就现在 尤其是现在这样的局面 如果把黑棋往中间赶 白棋肯定不是很满意 对因为看到这个气息 我就想起来 我们小时候特别喜欢下这个 然后大家都喜欢这个 因为大家都喜欢联络 联络 然后就搬一个 然后打吃肠 这样的话就如愿的能下到外面 对 然后你为了这个子不被争死 这个子也不被争死 好像还得 咦 怎么得贴起来 对对对 你还得贴一下才能立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 这不行 这个 这个不是 如果这样就特别如愿了 我特别想把这个图摆起来 给大家看看 这是绝对不能下的参考图 这被一拐 这个就全都用上了 这个 但是我小时 就我们小时候 就有一个时期 大家都这么想 就想联络 对 就觉得这一碰 如果我从上面搬 我不就连不上了吗 然后从下边搬了连搬 这个你也过不了 所以你必须要打了贴一下 是是 小的时候确实比较害怕死掉 对 所以这个图 如果下成的话 就一定是让死其了 就还没有一个弃子的概念的小说 可能是 对 没有一个弃子的概念 而且最重要的是 刚才你摆了这个变化图之后 我这个子我还不好吃 也不是很好吃 还不是很好吃 然后所以说就是这个 打入要比这个碰要更好一些 有的时候碰进来还行 有的时候如果说这边比较重 就是它必须得联络的时候 那你碰起来就是好起了 就它不能不联络 就比如说是这样 差不多 差不多 对吧 然后碰 然后你最好 要死了的话就太大了 那么它就只有联络 现在的情况是 它比较轻 它不用 它可以气掉 那它压一个 然后挖 这个同理也绝对不能打下面 对不能打下面 打上面就还原了 对 正常的话 以前我们学经常看到这个退 这个退的话呢 其实就是说也是一个 想让自己 马上联络的一个感觉 但是效率上来说呢 还是没有那么好 因为你现在 你这个棋你不走的话 虽然说可能我不会断你 将来 但是我这种加一加 对黑棋的伤害 可能比断一个还厉害 对 你好像只能选择一边粘 你不管粘里边 你可能是不是 你不管粘哪边吧 你粘这个 我就跳一跳 就是说 我虽然断不了你 但是我们看到黑棋这个棋型 它的效率非常的低 对 就你可能你还在虎一个 就这种棋 就是这个想着赶紧联络的 这个棋 现在就是说 也是简单 也是一个正常的随手棋 就是大家如果不是很了解的话 是很容易下出这种随手棋 对 这个退 现在这棋实在呢 它是接上 这个效率就比较高了 如果你还是拐 拐了跳的话呢 那么黑棋 我这个时候 我如果想联络 我直接顶在这里 这还有个冲断 这里还有些问题 那么我棋型已经非常的完整了 非常完整了 那它是不是还得爬一个呀 看看能不能多爬几个 你多爬 那你还得爬 那你还是不能跳 那如果我再爬 我就不跳了嘛 我这边本来我也不想落后手 但其实对于黑棋来说 我这儿厚了的话 这个子还是刚才的统领 我不爬 还是吃不了 你不好吃 我帮你就拖一个 对 你还是吃不太舒服 这个地方 那算了 那我宁可吃不舒服 我也得爬几个呀 我也让你 不能让你顶一些 我也不走 我就不理了 那么我就 就过去了 那么黑棋 我肯定比退了 怎么自己的右补 越要好多了 这地方搬也没什么意思 可能以后 就不走了 就不走了 这地方可能 就没啥 就拖先了 这地方可能都不会再走了 实战的话呢 白棋呢 也没有向下 他觉得不满意 那么顶一个 然后长 然后这个时候 深圳序呢 发力了 哇 怒了 怒了 直接冲断 他这个也是 因为前面实地呢 损失呢 还是要 通过作战来找回来 嗯 那么黑的搬 搬一个 他拐出来 连搬 这柯杰也是毫不退让 就是 他肯定也得收着他的气 是吧 对 嗯 然后白棋呢 断 断了立 这个地方 选择一个 有点像大头鬼 对 我 他希望下成一个大头鬼 但黑的不可能啊 对 如果你跟着吃 他吃了这一扑 我这个气 确实黑棋就 很有问题了 因为白棋还是可以长气的 对 实战呢 实战呢 赫杰是选择了 特别激烈的一个下法 这棋 其实我觉得 就虎一个 我觉得就挺好 挺美的 他 虎一个 我就打吃一个 虎一个 你可以团一个 团一个啊 你可以团一个 我主要觉得这形不好 所以说呢 我本来想团的 然后我想 对 这个 我想这个形状 到底在这好 还在这好 我想在这还挤你一口气 还虎口 你走一口 主要被搬粘的话 那个挤在上面就可以了 因为它要活的话 它搬粘 然后可以再接一个 黑棋 白的 不知道怎么活一个 那就搬粘吧 这样的话 黑棋再把这个活了 感觉 黑棋这样就挺美的 感觉就挺开心的 不知道能不能下成这个样子 这样黑棋 就 断点 断点 怕吗 感觉不 这很怕 就是反正白的都活了 你这些子 我觉得你想吃 我就给你 感觉 也无所谓 嗯 就是我 我觉得这样 下挺好的 科捷实战 它是选择一个更激烈的 当中 我看它就是 算轻了 对 在场考 场考完了 然后 下出了一个 特别激烈的一个下法 这个打了 冲下来 这个棋 这个棋 就是看着好凶 对 看着好凶 因为 这个棋 白的如果说 你吃 就是 它就 黑棋呢 它就达到一个 弃子的一个目的 然后你吃了吃 然后它就吃 可以爬 哎 这一爬 这白棋 白棋 基本上就进去了 是吗 因为你只有打了打了 挡呢 我再打完 我再给你吃 你这样爬上去 没什么前途了 这样白棋 是不行了 对 白棋肯定不能打吃 白棋不能打吃 实在呢 它就 打一下这个 选择了一个转换 然后再吃这个 对 那么黑棋呢 黑棋肯定得补脚上了 一不补的话 现在它不是打了吃这个 它是打了拐住你了 嗯 然后加一下 然后你加一下 立一下 立 然后白棋 下出了一个 传说中的 乌龟不出头 对 这样的转换 你觉得谁好 转换我判断不出来 我 我的反正 我水平肯定判断出来 但是我 我知道 柯杰 他肯定是觉得自己不错 因为 他这些 这个 他打了冲 如果白棋要这样下的话 是必然的 对 就是 嗯 一本道 应该说是 那么柯杰肯定看到了 这个变化图 那么就是他判断的话 肯定是自己还可以 所以他选择了这个 因为本身 我觉得虎一个就已经还行了 还不可能看不到这个虎 但是这个图的话 我在想 黑棋又跑脚里去了 嗯 白棋 下到外面 不就跟这些都呼应上了吗 但是也许这个客家就觉得 我就再把脚捞了 就 所有我都捞掉 中间 你也吃不掉我 对自己的质孤特别有信心 对 我真为就是说 他对这个判断是自己是 有 他肯定是看到了 这个变化图的 他认为自己不错 那我觉得我宁愿相信他 我也不想自己去判断 哈哈 我们看棋的时候 是可以这样 但如果下棋的时候 千万不能相信对手 相信对手 不不不不 相信客姐 相信客姐 那实战呢 就搬一个 问一下白棋 这白棋是要走了 不然的话 这一low就有问题了 可以 这是先手 先手 还是就走到下面好 走到下面好 走在下面目数好 就你走在这 我还是有漏 陈老师 哦 你漏完了之后 这三个子还是掉的 对 因为你本身提完对脚上 也是有点好处的 嗯 可以的飞出来 然后这时候白的就来加这个 我不知道白的为什么 这么着急加这个 我没太看懂 说实话 这就是一个关子吗 因为这跟死活 应该没有什么 不是因为你这棋本身 你挡外边不是有可能是先手吗 哦 我至少 对啊 加一加这个脚上 嗯 就本来这外边不是先手吗 你这个 这 就是你会害怕黑棋马上会挡吗 因为本身挡应该是后手的 嗯 因为这部挡本身是后手 对 这回小尖的话 我就可以断他一个了是吧 小尖 反正我也可以挡 我或者我就 哦 对 就反正 你本身挡也厚着 因为像他挡完之后 我将他一尝 这挡应该我也是先手 就是我不知道这白的 这招啥急呢 这个情 就你如果说你挡一个 跟我外边拐一个交换 我觉得白的我也不怕吧 对 我感觉也不是很怕 就是 这招急吗 我搞不清楚 这个 因为这个走完之后呢 就反正 就外边就肯定都是后手了 对 然后就把外边的这个宣守的权利给卖掉 物数是便宜了 这个得失不明 然后上边拆一个 然后这个时候拆一个 这个棋 要我下的话 我也可能先问一下 我不知道 怎么样 这个 难受吗 都是立的 然后你挡 挡住 你挡他好像就不能再被你火了吧 嗯 那被你火还挺难受 是不是就得挖了 嗯 这样 这样怎么样呢 就 接上 嗯 还是你靠的时候 他就有可能过来 不知道 有可能 有可能 我就挺想问一下的 挺想问一下 这个 尤其要是下让子棋 感觉就问一下 黑棋 对 挺麻的 挺麻的 嗯 就基本上人家会跟着应 反击的可能性很小 很小 但是这时候就不一定了 这时候就不一定了 对 你靠科捷一下 科捷 很有可能 他就根本就理你都不理你 就在这边走一个 就搬活了 感觉也还可以 不懂 我不知道 这个棋 反正我就是发表一下 我自己的想法 实际上呢 他就拆这个了 拆这个的话 就等于 其实对黑棋 这个角地呢 嗯 就没有什么 下法 基本上 你也没什么 可以利用的 嗯 然后 黑的打入 这个打入 这个地方 不是白棋 没有什么空吗 而且这还漏着风 为什么要着急 打入这边呢 那你不打入 将来它要挡下去 你可能就进不来了 它要挡的话 你咋打入 它可能要吃你了 哦 那这样打入 会不会有风险啊 没有这样 什么飞一飞啊 什么的 安全 他 他觉得能活呗 他就反正科捷 他对治孤 肯定还是 非常有自信 嗯 他觉得能活 对 一般来讲 我们经常就说 就是打入啊 你肯定得打入人家 就是差不多要围上的 像是这种啊 露着风啊 都还没走好的 而且又不大 我觉得 这空间又这么小 你要是我比空间 还没这边大呢 对 他这边 两边搂着风 他应该也不着急破 就你挡这个 他就拐这个 你走这个 他也有跳 就现在等于白的 其实他就是中间 中间 但是你如果往中间走的话 感觉 就是 效率不高 对 你这么跳一个 你这个 他下不白的 这不挡下去 还是很大 但是呢 白的 如果你黑的 直接从这走 也不太肯 所以他就打入 我觉得打入应该可以吧 我觉得 就反正 他这样 因为他现在肯定不能去强杀你 那么他就走这个 然后黑的 就是 我再气掉这个子 我并不是说一定要连换 那这样你就便宜了吗 就 我肯定 可能比直接点在这强 我感觉 你就是 比如说你直接点在这 就是白的肯定走完之后 他可能就把你拐住 这个气 这个气 你可能把你拐住了 或者他先拐一个 你 你粘 或者就这样 那么实战就等于就是 我这两个交换了一下 对 你只能粘上了 这样你只能粘上了 那我这种贴啊 什么 我就这边还有打拔 就把这个子再气掉 是 他不是说一定要从这个地方 就要活 还是比较灵活的思路 那这个地方 白气也没有心情 再挡了 被搬毡一下 没有心情 应该没有心情 这时候他就是碰这边 没碰脚里了 因为他 那个点现在利用不到了 对啊 现在这个也没什么意思 对 没什么意思 你看 就是他碰这个 柯杰都要反击 所以你刚才碰脚里 还没准 柯杰也是反击 对 也不跟着硬 嗯 然后呢 靠出来 嗯 靠出来 然后 他是 点一个 先点一下 这走不好 都要损进去哦 黑的没有 就没粘了 没粘 那这粘上 你就活了是吗 什么扳一扳 拆一拆 是吗 可能吧 可能是 有可能 是 对 他就 活了 有可能 对 黑漆反正 他觉得 因为你现在这个子 你要是白的 现在如果吃这个子的话 那当初这些加 就太 对 那就真不如 这个当 对 所以白漆 我就在怀疑 这个漆 不过 他要先点 再加的话 黑的有可能 就挡下去了 也是挺麻的 他先走完 这个呢 黑的这个子 你就不要了 黑的就灵活 你就抓不住他 嗯 搬一下 搬一下 本来我以为 点完就算了的 这漆白的 然后这个漆 它还是要出动 那他这个点 亏了吧 亏了 那我没这俩交换 不好吗 你们俩这交换 有可能反正 你再点 我就粘上 我就不靠了 那我就活了 在里边了 你是活了 但实际上他也活了呀 实际上他也活了 他可能觉得 点一下 反而便宜了 这样换一下 便宜了 对 他觉得便宜了 如果你走了呢 我现在挡回来 我再活肯定 便宜一点 嗯 那实战黑的是 搬这个 这地方双方 下的好像都特别好 就反正 搬几个 跟电脑是一样的 大吃 沾上 搬上 尤其是下一步棋 这个棋 黑的一个透点 这当时 我都惊呆了 然后发现是 这个决议的推荐 我以为 如果是往下 就有可能 我就吃一个 然后沾上 然后白的扒活 然后发现 黑棋点这个 这个木树更好 对木树更好 但是 这边 白棋是不是就断了 白棋就实战是断了 这棋 就是科学 太厉害了 这点一个 实在是没有办法想到 那像这样呢 就局部又搞一段落了 就白棋捞了些石控 但是黑棋呢 只是竖了一排 巨厚现在 对 现在黑棋变厚了 好像你中间 白棋就没有什么潜力了 不好走了至少 然后跳一个 那这个我都会 这个时候 有没有可能大吃 好像还不太可能 就它跳的一个时机 就让你 非常的难过 因为这都已经都连片了 对 但是 就本身跳呢 你肯定是挖死我的 对 但是呢 尤其现在 你这个咱刚刚还含在嘴里边 是啊 这地方也吃了 对 那现在你这挖是不挖呢 那你不挖 你也找不到一个好的办法 因为柯杰 他就这时候跳 你肯定就很难受 想想算了 想想算了 但挖的话 黑棋肯定是比较满意的了 黑的把这个爬过了 这一串 感觉黑棋又便宜了 我感觉 总体 这一块 感觉白棋 好像这个也没下到什么东西 反正像在这 我感觉就是 从布局阶段到现在 目前为止 进入中盘了吧 柯杰还是非常顺利 这个也小声 感觉也捏把汗 是啊 就是主要是这个中间这些 到底应该怎么判断 我觉得一直是咱们的一个难点 咱们不知道 这个应该数到墓 这个应该数到墓 这个区的东西 越为越小 可能到最后就越为越小 对 我是发现了 就是很多就是骑手啊 特别喜欢 呃 围这个中府的大模样 嗯 然后就是真的是越为越小 看着本来好像有四五十目 这么大 嗯 然后结果呢 围着围着 就即便你围了三十目 发现 人家至少也围三十目 所以你这个肯定是 亏本买卖啊 你这中间 眼见着四五十 然后 小了不说 人家别的地儿 人家没有潜力的地儿 都围了三十 嗯 反正 我觉得 现在这个棋 黑白的太难了 如果是我下 不好下 我真的不知道往哪下 这个棋 嗯 也没什么可借用的地儿 嗯 这都那么厚 对 主要黑的 这走完就巨厚了 黑的就全都特别好 然后这一地方 还有很多各种借用 就是什么靠啊 长啊 尖啊 这一堆 但总觉得这可能能围点 能围点 这什么压一个 白棋 压一个是先手 这一只只有压一个是先手 然后 这一块 不知道能围到哪 围到这一线有可能吗 不 不太能 这这 他先手挺多的 就他这 这 反正实战 深圳旭下了一步 这个 天外非先啊 这个 反正如果够了 那他这个就挺好的 反正差不多 就是这一代下一个 说实话 就真的是柯杰 包括深圳旭 他们这个顶级的高手 这时候他也不知道往哪下 太难了 就反正不知道小不小 因为我想着这儿 虽然破破烂烂 也想着就拿他当个子呗 就太难了 这个判断起来太难了 反正我们就姑且信任他吧 那实战的话呢 柯杰 这一打入 如果这个被破了的话 那你这手棋就变什么也不是了 他就围这儿 他就想着围这儿 这儿才多少木啊 这儿可能还没我脚上随便抢一个 这地方聚打 这粘上聚打 粘我不是可以吃 我吃了吃过 这样木数聚打 这部棋感觉得有20多木棋 对那你这个 你要只围这儿 拾木棋 点天了 是这样的主要 黑的一尖 尖完一跳 白的沾 黑的虎了虎 其实就 就根本就没空 其实就进来了 这个棋主要太难下了 就为什么我就说 黑的前面 就捞屎地的这个格局特别好呢 因为黑的棋 它棋很简单 就棋特别简单下的 比如你围这儿 我就从这儿紧 你围这儿我从这儿紧 就是我没有那么难 但你白棋怎么围 怎么够 就感觉就非常难 这也是一个 就是一个格局 一个问题 感觉这盘棋 好像小身 需要不停地树木形判断 对 如果你围小了 那KD就不进去了 就让你围了 是的 那实战 再继续地跳 走这儿 这首棋 其实我还挺意外的 怎么走这儿呢 这一点碰到没 你走这边我就过 你要挡下来的话 我是不是就往前蹦 感觉这边我再拆一拆 你要是 比如说你想压我 你想杀我吧 你怎么着 你也得镇住我吧 那么我可能就拆拆二 你挡一挡 然后就尖一尖 就接上 就像是能摆活了是吗 我感觉走一走 我可能就活了 就不是很好杀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觉得我这首棋 怎么还不如挡呢 挡我就拐出来 拐我就长 我就往里蹦了 他可能 就也没空 他就也没空 其实也没空 就是他这个棋 特别难下 这个白的 就是四处露着风 然后你要不围的话吧 空又不够 就感觉特别难 确实 这样的局面 真的也太难掌握了 因为主要是 我单看这首棋还好 但是你下了这首棋 他只能往这下的时候 我就觉得 那这首棋 雨季在这 那我为什么不大点呢 你有可能应该大点 对啊 我这个反正就是走大点 你走这儿 我还好意思走这儿 那我本来就这么小了 你走这儿 我还走这儿 那他这个空间 那我还不如就给他撑大点 你撑起来 就是黑的 他不知道他会不会下这儿 他有可能他直接就 那你往这下好啊 因为我觉得你往这下 比如说我在往这边下 那你没根啊 你不像你这儿 要不然你跳过了 要不然你拐过了 他对这个 就是反正也是得攻击 其实 其实他俩的风格就是 都是喜欢实力 也都不喜欢攻击 你要这样下 反正就 你可能反正就得攻击他了 那我觉得最起码 就是我还能有一股劲 有一股劲 对啊 但是也许甚至许他觉得自己还不错呢 啊 真的吗 走这儿走这儿 走这儿 这还不错 就你没有觉得他这种下巴 他对这个局势 他还是比较那个吗 我总感觉 为什么就是 我有一种感觉 白旗一直都在中间在那儿飘 但是呢 你说这种旗加这种旗走多少目 我还真不知道 他可能就是他希望你怎么连回来之后 他再围这边吧 他想围这个地方 在围这一块 他可能想围这个 我感觉 他想围这个 因为我上面说那个地方 他确实露着风 他不好围了 他可能想围这个 我感觉 这样的局面我觉得 得好好的折磨折磨体会 反正这期我不懂该怎么下 我这期我肯定是不懂 这个 只能说是亲人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下 要我下 我可能就都不围了 我就捞空了 捞空了 那你中间这就搁着了吗 就搁着了 就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围 搁着其实也是一法 因为搁着最起码 他想破你 他还得花手术 对 你破我 我再下 反正 如果我下 我可能就先走一步那个 或者我这边什么先靠一个 对 就是如果他先走的话 那我就心情的热 然后他这样的话 那我这步骑就可能就缓了 你肯定就不走这儿了 是 就这种骑反正就是 我们秀也是 就你碰到不太会下的时候 其实你就突然抢 抢一步大厂也可以 对 这不是也是人工智能的招吗 走不好地不走 不走对 不走也行 就这种骑反正就确实不知道怎么围 你不行你就捞一步 或者我就靠一个 挺大的 因为你不走 黑的肩子跳了 就唬出来 挺难受的 这样的格局啊 其实挺难的 反正实战啊 深圳区是走到这儿 走这儿走这儿 如果你们是白棋 面对这样的一个局面 有什么样的思路 其实也可以 我真的想跟大家讨论讨论 这棋到底是 应该是怎么想的 咱们也先休息一会儿 然后让大家好好体会一下 这几首棋 我们稍后呢 咱俩也研究研究一下 行行行 一会儿有什么心得 再跟大家报告 我们休息一会儿 稍后回来 好的 好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看 三星杯决赛 三番胜负的第二局 柯杰对阵深圳序 现在呢 我们已经进入到了 中盘阶段 刚才呢 我们就说了 就是深圳序的这两手啊 真的是 我估计 中间短短这几分钟 还是品不出来 品不出来 对 只能暂且的信任他吧 毕竟深圳序还是 这个实战 柯杰这个飞 其实 是不是想的 有点简单了 感觉还是对 可能形式 有点乐观 是 因为就是这首棋 其实我刚才也倒看了一眼 看到这个 决议的几个推荐图 还真没有这首 没有 然后有粘的 就说这个很大 然后有靠这个的 然后还有挡下来的 就没说这个 所以 这估计是 深圳序跟李拉这种 这个学习的 一个体会吧 反正 就这两手 这实战 它也其实也是 这个 诱导了柯杰的一个失误啊 就是 柯杰肯定飞完 他只本来是觉得是这样 然后 跳过 对 然后不走了应该 就 不走了 对 把这个吃了 保持着这两边都有度过 你现在你 走那边 我就过这个 你走这边 就过这个 这个应该是科技界的一个想法 因为他觉得把自己走后了 你这场体验的效率呢 也不高 对 也不高 但实战 他可能是 有 看错了 我感觉 就是 没想到这个棋 被人家冲断了 对 应该是不知道什么地方 看错了 这被冲断了 还是有点亏了 其实 要打这个呢 肯定摆送进去了 对啊 然后实战呢 他打这个 他应该看错了 这个棋 他可能想着虎一瞻 然后挡 对 他以为白棋可能要弃子 但是没看到白棋 这个小尖的一个好手 这个确实是 不容易发现 他觉得这个气那么短 都能扛得住 因为这棋 黑的如果断 就是说 如果白的先打掉这一下 就不行了 白棋 你先打掉 像一挡的话呢 他吃这个 他可以吃这个 这样的话 你记不上了 这样不行了 那他白的先不打这一下 他先保留 你断的话 他就单挡住 这样的话 你打时 他就粘上 你刚好冲不到 这个肯定不能冲 对 你要冲的话的话 他再打 那打完之后再一挡 那你肯定不能打那个了 就形成一个倒铺了 对 就是他这个情况 好像是有些误算啊 柯杰 这棋 这小尖确实还挺妙的 小尖是一部好手啊 应该是 柯杰当时对局的时候 应该是有看错 是 然后黑的没有办法了 黑的就 虎出来了 那这样的话 就等于其实 他这个子就 还可以了 就等于非常有用了 现在 这样等于白送进去了 好多木啊 这个棋 一下子好像这个 局面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 一个失误啊 一下子局面 好像就 就是被白棋 逆转过来了 然后 现在白棋最起码能数出来没了 黑的现在只有跳过了 要不然就被挡住 这边已经没有路了 对 然后这棋 深圳转就下了一步 特别逗的棋感觉 这棋 这地方还要再补吗 就是不知道 我觉得他一直 好像对自己形式 特别自信 我觉得你 哪怕你这么补到 这块也好啊 有可能 就是我觉得 或者你怕黑的飞住 你跳一个感觉也还行 就这个地方 黑的能活出来吗 不太懂 就是 这还能活啊 我觉得活不了 活不了嘛 借他两个翅膀 他也飞不出去啊 这个 实在等于他走在这里 就是 我觉得还是对 情是一个自信的一种表现 胜利宣言吗 这种情 我觉得就是 反正觉得自己 还不错 我觉得是 他可能觉得 可得打勺了 对 是 这一串肯定下到这 亏多了 黑棋应该说亏多了 是 他肯定是对局势 比较自信了 觉得 然后稳一手 不过也是 对于小春来说 确实 他这时候下棋 其实心态上 也是 也是比较容易有波动 对啊 他觉得他打枪了 一定要 这个把握住啊 就是因为第一局的原因嘛 这一局就是 如果 输的话就 可能就没有机会了嘛 其实我觉得不光是第一局的原因 他之前也积累了很多 跟柯杰之间 这个对局 这个恩怨已久 所以说他说 想着如果能复仇的话 终于能长长的输一口气 可能 所以也比较害怕 就是 就是他这个棋有一点怕 就是 棋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说 最忌讳就想 就是想赢怕输 这个心态 但是说都这么说 确实 很难做到 是 这个想赢怕输的心态 应该 应该困扰了很多的运动员 对 太想赢了 尤其是对柯杰 太想赢了 也是 紧张过度 就有这种感觉 就是越在乎吧 然后 越容易紧张过度 可不可以 扳回一城呢 然后再压 扳 扳 扳 再扳 实战 可以再跳了一个 这感觉 这个跳 当时是我觉得随手 就是柯杰 在这一块 感觉又有一些随手 后手是吧 对 这个段的话 这边有 因为他肯定看到 这个靠应该是不成立 靠的话 因为这个冲了 打之前手 这样他冲了一虎 你打吃完了之后 这个冲他给挡住 气是紧的 那么这个气 杀气的话 黑的是不害怕的 但是他忽略了白气 他可以从这边断吃 他这个气比较长 是吧 所以他就 可以先吃一下 对 然后这个 给然后跳出来 所以你现在来不及断 因为你这三个子气 要断的话 我拐过来 就是白的这种 一二三四五六口气 这个黑的应该是 没有办法长出六口气 所以说我们下棋的时候 其实也是好多这种棋 当别人跳过的时候 随手就冲一边 这个是撞气的 这种撞气的下法 我们就是下棋的时候 还是要避免的 好多都是这种 随手棋就冲一下 对啊 如果赶上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就可能就坏了 就这一气就可能决定了 一个胜负了 然后呢 黑棋尖一个 这也是我们当时说的这个利用 黑棋还好有这些利用 要不然这三个可能 这个利用是决先吗 不是决先 但是 走这边什么的 走这边 他有可能就给你转换了 就是你吃我三个 我把这个连回去 连回去 你这不是没活吗 那你要杀我吗 杀我我给你杀气 你看得不清 不见得看得清 不一定看得清 我跳一个 刮一个 不一定行 嗯 就是作为白方来说 他应该 这还在我嘴里 作为白方来说 他还是 但是现在肯定还是有优势心理的 嗯 他这个应该还是要把旗下稳一点 嗯 对 打吃 都是都跟着黑棋走啊 这旗 都让你走到 现在这旗科节还是比较困难的 嗯 对 现在应该还是没办法断了 没有办法断 断拐过来应该还吃不够 因为本身其实断的话 他这也有挖 其实他这个靠了挖 就是也是更下 就是因为你现在这些籽 全都利用不到了 嗯 就这边杀起来的时候 这些全都是后手 你啊 那这个局势 我怎么突然间感觉 黑棋就顿时就紧张了呢 紧张了呀 因为这一手棋 我觉得就这一手棋飞呀 嗯 就这一个随手呀 就是把这个棋局就搞得 有些有些被动了 对啊 嗯 刚才这么好的一个局面 然后觉得白棋好 没什么空 嗯 现在这个空是黑棋送过去的 对 现在主要是这个 好像又要送给白棋空了 嗯 白棋主要是这打了利以后吧 黑棋的目数也急速的减少 嗯 这打完之后 这就只能点一目起来 这本来这全都是目的 啊 这这一串的这个下法 嗯 柯杰好像是有点乱了 啊 感觉而且啊 这个跳 这个跳也是一个 也没有 也忽略了这个 这个深圳序 这个打出的一个强手 是啊 嗯 我觉得这个时候是不是柯杰的招牌动作揪头发又要揪起来了 揪起来了 这个啊 他们就是有很多棋我就开玩笑嘛 就是说如果能看到就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能看到这个对局者的这个呃视频的照片啊或者是一些视频啊 嗯 总是有一些媒体会发出来嘛 嗯 然后说只要柯杰不揪头发 这棋应该还不错 嗯 一开始揪头发 估计这棋就紧张了 哦 是这样的吗 嗯 大家都说 所以呢 我就在想这时候是不是柯杰的头发已经开始揪起来了 揪起来了 不知道 这个如果后面有视频的话可能可以看到 对啊 大家可以对照一下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局面 冲 然后加一个 没有 他现在是先贴了一个 冲了先贴了 先贴一下 对 然后白的就连回来了 嗯 那么黑的夹 现在白棋因为不能往前冲 我觉得白棋形势肯定他也觉得 你往前冲的话因为黑的这个长是牵手 哦 就要搬 你要不走的话我这个再长就进去了 啊 那你要走这边的话呢我就可以立的贴上来了 嗯 好 那白的不能往前冲 还在护住 只能忍耐 嗯 当然白棋呢就是现在其实忍耐他已经得了不少木树了 其实他把这打断这黑棋捡了好多木 这地方其实木树不多 但是也有四木棋 那黑的现在整个还没活 就这一串等整整体交换的话 黑的当初这跳还不如自己沾上 嗯 因为你沾上了其实这地方白的尾也不会很大 是哦 你现在的话等于你就 这全都损失了 自己现在还得做活 我先来看看黑棋中间这块要怎么处理啊 嗯 活看着还是能活的 活能活 因为这一沾也是先生 嗯 这应该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嗯 然后飞着斑 把它拱一个 推 这白棋下的还是挺好的 然后这个尖一个 像是这样基本上告一段落 这个棋 这反正黑棋从这个跳开始 基本上是没走到木树 没走到东西 对 然后白棋的话 其实虽然说你这个好像飞了 搬进来 把我这木树破了一点 嗯 其实我这个脚稳住了 尤其现在还是白棋者得到了先手 对 对 这个棋 看上去黑棋是 有点难 现在啊 我们也 科捷 现在这个输了半天 这个木树到底被捞回来了多少 一会儿咱们得给大家这个判断判断 这个地方这个定型一定行完 啊 火一下 嗯 粘上 然后吃回去 这个白棋呢也是定型 它并没有要吃两黑棋啊 就是定型一下 对 这个地方它也给它 捞住了 主要是白棋这一串 它取得了一个先手 然后把这个粘回来 是太大了 这一桃回去咱们可以数木了 对 这一桃回去可以数木了 嗯 吃回来 那么下成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差不多点木了 嗯 现在我们先点一下黑棋吧 黑棋比较好 熟一点 这边的话是四五 因为白的将来冲了冲了 打吃打吃 嗯 一全粘或者将 你这两个呢 要收器 就是四五 六七八九 十四木棋 三十三四三五 三十五 十五 十五十 全盘大概五十二三 五十二三木 对对 就是大概黑棋的木数 十二三木 我这看着白棋的木 也不少 也不少这个四十四十五 这地方点不好点 先给它空着 先空着 对 咱先点实在的 六七二三十 三二三十四 四 黑白棋大概四十二三木 四十二三木 可是这么多都没点 对 但这么多也没有太多 其实 刚才我们说的 就尖了 尖了虎 尖嘛你挡 我跳 然后你沾上 我虎了虎 就这地方也 就是说 现在白棋好嘛 肯定是白棋好 但是 好的其实还是很有限的 我觉得 但是就是 这一块的潜力 就看 如果是你先下的话 是 让我先下的话 你先下太大了 你先下 但是你刚下完这个 这个 咱们 我不能让你连着下呀 然后实战 他就是剪这个 他就是把这个 中间 刚才咱不知道 数多少木 当他这几个手机下了 咱就知道 数多少木了 其实这个地方 也数不超太多的木数 应该 然后你给我一尝 尝 这儿大概 这儿你都没数 对吧 差不多 这数了这两木齐 这两木 这儿好像有点吧 有点 但是就 其实这些 我觉得还是 很细的 我感觉 是不是白棋 稍好一点 可能 白棋稍好一点 不过正当咱在讨论 这有点木 这有点木吗 柯杰们 这有点木 他就直接就点到这儿来了 要说你这还没有活 对 本来我是想着 这儿 这儿给数两木 这再数 这大概能数个 所以六木齐 然后柯杰明显表示 不赞同 不赞同 对 这一会儿齐黑的 是 有没有点问题呢 将来 这个地方 对 虽然说你这个 战士先手啊 但是我将来这拐一个 好像 还不是说你特别 好像 你要顶的话 我吃了长了 冲一下 嗯 就是 你吃了长了 哦 这处一下 你等于里边是丁四 你外边 就这样拐 这个地方黑腾 还不是 那你还敢点到这儿 对啊 就是 可能现在确实形势 不太有利 黑旗 可能是柯杰也是 是不是拼一下 啊 其实形势是不太有利 要实战 点这个 点一下 总便宜了 对 然后靠 感觉这个地方 黑旗确实是有 有点问题的 如果是有问题的话 那这就真得 给白旗点点了 点了 实际上它充裕 点了充裕 这其实点一下 其实它先充 是不肯充 被你充一个 我就唬一个怎么了 虎鱼它是不是 搬这个呀 主要是你说我这边 先手先手到哪 不是 我就 哦 你就打这个 我就打这个 哦 我还想你打出来 我就打这个 这样你就中计了 你吃了这个 这 这就全 全就 全都牺牲了 也是也是 那我这个 反正火差点意思 至少下到这 但下到这 你好像也能这样下 也可以这样下 也可以这样下 哦 也可以这样下 那你为什么 不直接这样下呢 你干嘛非冲一下 你 你冲一下不是 这个便宜了吗 就便宜了呗 太绝了 哦 那你这已经 这便宜大了 你都把我这 都给骗到手了 那 这你还不知足啊 但我有可能 先挤一下 它也不见得 完全骗到手啊 这个 哎 也对啊 可以先挤一下 它先冲一下的意图 是不是你挤的话 它又可以断你 应该是这个意思 我感觉 对对对 是这意思吗 是 应该是这意思 不能让你这么全给吃了 不能让吃了 肯定不能这么 所以说它敢靠 就是你敢搬 它还有挤 有挤 它有后招的 有的有的有的 这个实战的话 黑的是冲 然后形成了一个转换 一波转换 哦 就是黑鞋直接冲 它可能怕黑白的跳 我是不是有可能 你就这么老老实实的一跳啊 有可能啊 那你这木树 你打来沾我就断了呗 嗯 有可能 这期反正主要它围也围不了多少 嗯 它宁可这样被你扳死 它觉得你跳的这个形状更好 因为扳死的话 我刚才说其实这不是还有这个斑吗 就万一 那问题你有斑 我不是有几吗 那我哪天就是说 我要是把上面收了的话 是不是你将来还有这种断的利用啊 就是可能跳一个 它味道可能是不是更好一点啊 嗯 我感觉是这样想的吧 然后实在这样下 我现在好像确实 从剩计上来说应该还是 打沾上 比较紧张啊 现在这黑棋 嗯 断掉 现在 然后拐这个 拐一个 把这两个字争取吃一吃 现在白棋肯定是不错 但是我觉得胜负还早 现在 你看你刚才这个地方也就多点了一木棋是吧 对 然后它就成了一二三四 在这中间怎么也得给我数个四木棋吧 也就三木吧 啊 你不是就搬一下吗 这两木还不能给我数啊 我就算搬回来 你 你吃我打一下 你也就三木 我搬这个 三木吧 哦 三木 这一方没有 这地方你这个有可能要收气 现在 这不是连着的吗 你这底下有可能收气 底下有可能收气 这两个你万一不是木呢 但你这边如果是也就是木 嗯 就是也没那么多 就反正我觉得跟刚才判断应该差不多 就现在还是 我感觉的是 还有这十木的优势 十木优势可能没有 因为这方刚刚我们说的比较薄 嗯 还欠着一点 还欠着一点啊 不是刚才点的那个样子 嗯 然后实际上它就拐了一个嘛 对吧 就拐了一个 就拐一个好像巨难受啊 这个气 这其实实际上等于它没有 它等于它是要这个了 那我就把这个吃了 哦 吃了的话 它是眼味好一点吗 没有啊 跟刚才不是一样的吗 你要如果顶的话 它不是还是有这个 就是 哦 但它底下这样木树好一点 是这意思吗 这不是有肠吗 是有肠 那它现在是 没走 先冲 冲这个 那我今天不是粘到这儿不挺好的吗 粘到这儿如果 那我应该猴 猴不骆驼 对啊 反正你肯定不能顶 嗯 我叫你要杀我虎出去 那它就在外面走一个呢 那它就粘上了 它这冲好棋啊 冲好棋啊 冲好棋啊 冲你不是 这不是还是欠着吗 但是我先打呀 你走不到啊 黑青 就只能跟着你走 你只能跟着我走吧 哦 粘上 哎 你能提 你不能长了 那是什么意思呢 那是说我粘这个 我死了 是这意思吗 哦 不是 你不能提 不能粘 陈老师 粘黑的气不够了 哦 你直接走上面了 哦 你都不走这个 哦 现在你跑的话 你打湿 你提不出了 这样打结果 你跑的话 我粘上好像是 卖一气啊 黑漆 对 这这一铺的 一二三四 我也四口气 我先收 对 哦 这个漆 两个站不上了 那不是 快飞了吗 这啥意思 那怎么 怎么 那它拐 这个是不对的 那我也觉得 它肯定不对的呀 这样 这样的话 这样说的话 你这个 还是得粘这个 是吧 粘这个 它有没有会儿也是这个呀 那气不一样了吧 气不一样了 其实你不行 就单吼一个呗 这气 不能就单吼一个不行吗 哦 这个这个反正 它也不会走 对啊 它吃你就粘上呗 就是啊 它现在你 它现在往里走的话 你粘一会儿 肯定是先手了 对 它又不会吃这个 这就吼一个呗 嗯 这是什么情况 这个 这打勺了吗 这个 这估计是 是有失误哎 那这起 我是不是 黑的好处 这个起 黑的不差呀 这个起 10 11 23 14 24 25 27 30 23 25 25 白的现在就40 目前 刚才我们点的这块 其实是都还不 15 14 你猴这个 我有没有可能打这个 有可能打这个吗 你打这个有沾上吗 哦 就你提我就做 我就活嘛 你还是欠个齐 沾这个 这起 我这黑的 猴也黑的不差呀 这个起 这个起 这什么情况 这 对 这个时候 就被 小声 这一走 这好像被抓住机会了 有点 这个把好不容易 把局势拉进了 在这个失误之后 把局势拉进了 怎么这个再一次 这 哎呦 这 这太惨了 踢掉 只有这样两眼做火 这个好像 那这个时候 这个白旗 真真切切的 又长了不少木 这个 这个 这不行了 啥意思 跳一个 哎 然后 也得把这三个连上 三个也很大 因为这起 不光是这三个 这这木还少了 等于是六 七八九 将来它沾上以后 这你可能还得补一个 对 可能是接近十木起 那这三个 木双还是大的 虎一个 然后它也有虎 就虎吗 嗯 没虎 虎一下不走了 虎一下 虎这个 还得打吃 然后这个起 然后它去爬一下 都爬了还不顺手 扳掉 爬可能是先手 扳不一定是先手 因为你不 爬你如果 你不打 我长着手 我马上有大伸腿 你扳完又打拔 不知道是不是先手 但其实也很大 肯定也很大 嗯 这地方是要 打截 打截 白的应该 这时候再冲这个吧 冲这个 嗯 反正截才白的 还是多了 白的都是提子 要再提过来 就沾上吧 嗯 就别打了 没意思 没有截 嗯 虎一下 那这已经进入到了 小关子 小关子 对啊 现在这黑棋应该 不太够吧 这个棋 感觉这个 嗯 这一块的作战 嗯 肯定是黑棋 亏了不少 这只有两眼瞪圆 不行吧 这个棋 嗯 这个棋 感觉跟我们刚才 判断黑的出入 因为它这个 木树都长了嘛 然后它就 对 这儿 嗯 这刚才我们给黑棋 点了 大概有四木棋的 现在你等于只有两木 还被白的吃了四木 对 这还一木 嗯 这个倒是 差不多 就是反正挡在这儿 嗯 差不多 这个棋可能差不多 棋 哦 黑的 哦 黑的粘上 然后黑棋是 加一个 哦 这地方是有棋 是吧 这么妙 是什么情况 如果说白的 就是我最傻的 我挡住 够傻吧 它打吃 它就粘上了 粘上 那么这个时候 阿尔法狗的一袜 不是 李诗诗的一袜 是不是出来了 号称神之一手的 这一袜是吗 有点相似 好像 是不是有点相似 因为它这个顶是先手 所以它能下到这儿 我现在你如果 那我就只能吃这个 对吧 那我跑 那我只能粘上 只能粘上 那么这手 你还是下这个抽 嗯 你冲这个的时候 我理论上来讲 你理论上来讲 我吃这个 你冲不了我 反正你冲我冲过来了 我吃这个 你吃这个 然后我打吃 我就提掉 你提掉 那么这时候 我把这个一粘 你把这个一粘 好像 确实 我粘这个 你走这个 我靠回来 靠的回来 你能回来 你不会 你不会又有挖了吧 不会 不会 没那么多挖 你煎一个牵手 你煎一个 煎回来就行了 但是我这样 我再把这个拐住 就是黑棋 我通过这一系列 把你中间的木树 全部给破掉了 这你本来 这 感觉我至少便宜了 两到三木树 这个是白棋 不太愿意看到的 一个结果吧 我觉得其实真的 如果是白棋 它为什么一定要 把这个粘上呢 好几木啊 这个火不香吗 我怎么觉得 这虎不香吗 这一系 这虎一个 这下不打先手 这不香吗 这中间 如果说你冲一个 对啊 这个冲有到吗 它如果这个粘 是先手的话 一收四木 对 那是挺大的 但是 你这个虎 肯定没有八木 比如说我就这样退一个 你这 你这有几木 也不嫌 也没什么木 对 这还得被拔 也没啥 确实 没啥用 刚才这没有问题 看看 就是有好棋 就是有好棋 那白棋 挖 挖这个 嗯 打 白棋是要打结了吗 又要 我先打你一下 打一下 白打的 打结吗 不打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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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中间 不打结 中间能活吗 我怎么觉得 黑的中间 不是要死了吗 白棋 现在你如果吃回来的话 我这一点 你是不是死了呀 三个字 好像 这掉了呀 是 冲死了 对啊 吃这俩 你吃两个就不便宜 这本来我冲在这 这上面全死进去了 上面你的木数也差不多 不行 没有 但是冲这个的时候 他联络了 他确实 他联络这个了 对他不能他不能吃那个了 他让你先手把那俩吃了 那这亏 对 这白棋 突然怎么就 这不对呀 这个棋 这这被我先手吃两个 你本来你的木数 被我先手吃了 对呀 这个确实 亏了很多 那当初呢 这个黑棋转了 确实还不如不粘呢 对呀 或者还不如就那个傻挡 哦不对 刚才有点问题 这个棋 你傻挡好像 不是这样的 我还是神之一万 对我不是可以打过来吗 你是可以打过来 但是我好像下错了 这个棋 我黑棋 我粘这个 我不从那儿冲出来 你粘下来 我不是可以粘上的吗 你这是在打呢 哦 这就打吃了 对呀 对本来这样的 我是那样 对 这不行 这打了我这随便冲的 你都不行 你这样吃这个的话 我一断你好 这样你连不回来呀 这样对呀 这样你尖先手就被我挖断了 这是连不回来 那我这神之一万 你就 那所以说他不能杀挡 不能杀挡 那怎么走啊 这个棋 那就下成了他实战的那个 实战那个肯定亏了 就不用点目都知道 白的肯定亏了 因为这棋冲下去 就全尾上 白黑的这二四六 最多就八木齐 你收下来就八木齐 这上面如果你全吃了 我黑的吃了都十几木了 然后把你的木数 你本来至少差不多四五木齐吧 那我就十四五木了 那看来这个地方 是不是白起也出现了 所以白起我觉得 是不是就虎猪就赢了 这手让你冲死 对如果说虎猪的话 我们点点木呢 如果说这样 沾上 比如说我这个班是 你一说一二三 你一说四木是吧 那我就挡住吧 挡住反正他就吃一个 这样我们简单点点的 如果 这块还是十四 十五十六 十七十二十六 二十二一一二十二 白衣车 二三十四二 五六千万 三十三十二 三十三十四 四十四 四十六 五十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四五木吧 就算黑的五十五 五百点还不见得有 那么这块是十 十一 十二 十五十一十二十 二十 二一 二十二 二三 二十二十五 三十五 四十 四十五 五十二 黑的一算 九五十 这样我觉得白的赢了 这棋感觉最多 就旁边五木 黑棋 这个地方你都给黑棋算上木了 这算了 就是这个地方就反正大家都差不多嘛 就反正 这个地方我就算你提了 你这个还都给你算了 我感觉这个棋应该 黑棋应该不够 这样 这 这个 这个棋好像是不是 那么它当时是不是虎在这也行啊 它没有神之一腕是不是也行啊 就是 我虎一个行不行啊 不就是这个棋和这个的区别吗 就最多就这个地方差一木齐了 这回就没有加了是吧 这回就没有神之一腕了 你是加就我就冲过来了 嗯 是不是虎一个就行了 要是这个被冲死不满意的话虎也可以啊 咦 它就是 这样 加挡上我就打了冲 我就冲过来了呀 哦对 没有用 你就冲过 我就冲过来了 黑棋没有气了 因为本身你挖了这个你能冲回来的 你现在冲回来了 对 嗯 没东西了 那走这赢了 黑棋 走这应该赢了 这样比刚才那个可能还好一点 这样就是最多 上面插一木齐了 走这儿 它就有可能是三手 对 就是 你就挡不下来了吧 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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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生日了 你走这儿吗 我就硬一个好了呀 反正我上面也没什么木 走这儿肯定不好 走这儿还不如走这儿打了 你等你尝我再加了 我不尝 我可能我就连上嘛 那他还得补一个 那你还得补一个 嗯 这样这样这样好 虎这个好 然后虎这个好 嗯 嗯 这个地方看来还是 出现了一点 小小的误算啊 这个白棋 应该是个小的 这家好像是一部 好棋 好棋 然后他只能这样挖 嗯 打吃 那这个时候如果打结呢 打结这个冲是结吗 可是小生觉得这个棋 挺好的呀 挺好的是吧 要吗 要跟你打结呀 但是不打结 我怎么觉得这棋 有逆转的味道呢 是啊 这棋 感觉有逆转的味道 因为本身好的也不是很多 就感觉就 我就觉得就算下队了 感觉有 配棋 大家也有盘面五目 要中间吃一个 因为吃过来应该是后手 嗯 吃 提掉 然后再吃 粘上 粘上 然后这时候可以再把这个断回来 那这白的 没走着东西 这个地方便宜了一幕起 这整体便宜的一幕起 等于黑的不是拐住 是猴子走 然后你冲断了两下 那这地方呢 对啊 这黑的全给吃了 那这个应该 这么大的便宜 应该就逆转了吧 我感觉是有逆转的味道了 我感觉是有逆转的味道了 现在摆在走哪里呢呢 断的话白的是斑的吗 不是斑的 断了以后白气从它交换了以后打吃了一下 这个是逆收三目 逆收三目 让它斑一个吧 斑一个 然后 这体节不大吗 这个斑是逆收几幕起啊 逆收 逆收三目多 这节如果能冲住的话 要先提节 嗯 然后冲这个找结 冲一下 好 提回来 我们一起打掉了吗 打了一个找结吧 然后提 这个怎么 是打一个找的结吗 我怎么感觉是白气找的结呢 白气沾一个找的结 哦 是冲完了沾了一下 对 哦 好奇 对啊 不然的话就变成你的结了 就变成你的结了 对啊 现在是白气的 沾一下 然后再提 哦 好奇 次序非常精妙 对 然后提的话 黑气 粘上中间 我不跟你打了 打不过你 算了 算了 不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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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气这个斑是全力啊 因为打进来黑的整体不活 立下来 然后粘上 然后粘上 谁结不打了 嗯 不打了 那就是 谁赢就谁赢了 这个打 是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粘完以后 这个地方还要再补一手 想来黑的铺一下 这里面还要再补一手 好 然后白的跳 黑的铺一下 舒服 这因为白的粘这个 这铺掉了 所以呢 使用提 这 冲一下 这个棋 我感觉白棋 会不会 被最后时刻逆转 这个 然后白棋是 没有 冲了一下 猴的时候先冲一下这个 然后再粘 然后靠一个 然后顶 打车 接住 然后150 这几个 几一下 几一下是全力啊 这棋 因为不走的话 先是我猴一下 也是蛮大 打掉 现在这个胜负 是不是还是 博种之间 我感觉是非常细啊 非常细 这个吃掉 这个棋 基本上就没有木了 那就是谁赢 就是谁赢了 是顶了一个吗 中间 对顶了一个 对 那个一路 是冲一个吗 对 它粘上 它单粘 哦 不是 顶完之后 顶完之后团这个 团这个 确实要比两木大一点 因为挤完以后 这个打湿的决心 现在团完 最大的 对 最大的应该是这个了 这个现在是两木吗 两木多一点 两木多一点 黑的是这个 然后粘上 还有粘上 这个打掉 打掉也是 先手 先手一木 嗯 因为黑的补的话 黑的一二三四五 现在你打掉以后呢 这两个 因为 这两个黑的都要 将来都要收回去 那么是 先手一木 哦 细腻的断掉 断一下 换一个便宜一个结材 嗯 然后搬粘 后手两木 哎 没挡 先提一下 嗯 接上 粘上 然后打吃 粘上 粘上 太激烈了 是不是现在 已经可以给 数木 83 去哪了 重 现在可以数木吗 马上就 就出结果了 咱们也不数木了 就直接听听柯杰怎么说 得了 再后采访 是不是 看看 其实我想 这个 大家呢 其实 咱们的这个软件也要先进 基本上大家一自动一点木啊 就都知道 是 咱们这个 空车空车在数木 其实大家早就 早就这个 对于这样的一个局面 其实咱们要多一个点木功能就好了 然后 打吃完了以后 是走哪了 是 猴 哦 现在都已经 这个猴都是已经很小的 就是结了 现在 就单片结了 铺 然后 然后 提掉 然后 黑的 挤一个 啊 这个地方 哦 白的这个地方还得 还得补一个是吧 还得补一个 哦 这还得补回去一个 因为现在你走这的话 将来这个地方 还得 就是要收这口气 啊 当时说的这口气 就是要收回去 嗯 啊 只有走这 对 这可能 关乎 关乎胜负了 后边都就是这一个单片结了 单片结了 嗯 后边这个要不然咱们也就 就不摆了 对咱们啊 先这个 因为其实大家最想听的就是 这盘机下完了 柯杰是怎么说 哈哈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 就是 而且呢 据说呢 在这个采访中啊 柯杰 嗯 这个 局后的点评很有意思 咱们不妨一块去听听 柯杰怎么说的 好的 嗯 先给我们简单的 概括今天这盘棋 还要反挺 我觉得好像挺近点 对 今天其实 呃 我觉得有一度 我应该是还挺好的 那后面 在中复好像出现了很多很多的失误 呃 所以最后还是 呃 应该是不太好的一个局面 可能一直要是要输了 当然我已经在准备第三盘了 我反正这期 现在走里走有几秒 到后面他 在关子阶段好像 过于紧张了吧 嗯 他应该还是年轻 过于紧张了 所以 所以最后就是翻盘了 在进行提出 昨天那盘棋 你自己什么感受 昨天 他滑标的时候 我还是很震惊嘛 当时 我是以为 他可能会提出什么 呃 暂停啊 或者说提出那个 申诉什么的 我那时候 在看那部棋之后 我还等了好一会儿 没落子 因为本来马上想下 但是我觉得 他可能会申诉 所以说当时我还 呃 还都还没 不知道什么情况 没有他 没有人理我 没有人跟我说什么 反正我看好像 那那比赛继续 然后呃 那继续比赛的话 其实那部棋亏了 虽然很多很多 但是棋也没有 完全到赢下来的地步 但是呃 那个棋之后面 我还是所缓练 但是后面好像也 他他就是 我就是还是把棋给咬住 我想呢 该怎么下还是怎么下啊 呃 对 所以说 他既然没提出 如果是那个申诉 那那我就继续下着 继续下吧 然后就 有最强的应对 去去下那边 啊 那麽神奇 如果他提出申诉呢 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就我就在等待 其实就在等 对 但是我觉得那部 还是挺好笑的 对 如果说就是 那个 他提出内部 是由于这个什么 这个 一些这个 呃 一些技术原因 或者导致了 要求从下 你会同意吗 他如果当时要求从下 我可能 呃 不过从下吧 我可能让他毁齐 有可能 他如果 我当时我主要不知道 他是自己主观的 还是说是那个 呃 还是无意的 对 或者说是其他因素导致的 我还不知道 等了一会儿 他没有人说话 我就那我就 我还回头看了一眼 没有人 没有人提出什么 我就继续下了 对 对那你不能让我到时候提出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我如果那时候说一句话 我什么我不叛復了 对吧 对 所以我当时就继续落子 然后继续 就想 其实那个后面也还早 他后来看最高胜率有30% 他后面可能心态也就不太好了吧 然后因为下车内部 所以后面 他输得比较脆 但是我觉得 越到那个时候 越不能放松 因为如果那时候 如果是我输的话 我压力就更大 对那麦奇就绝对不能输的 那你现在是 四次进三星杯的决赛 都难了四次过去 是吧 这胜率这么高 这现在已经追凭鼓励的 这个中国世界冠军的 这个最多的了 这个 怎么样觉得对自己 是个什么样的一个评价 其实拿去冠军之前吧 或者说进入这个球赛之前 我对自己 会觉得在以前 前一年 可能这段时间 没有这么好战力的时候 会觉得自己 是不是起有点问题 还是 然后一直在等待一个 证明自己的机会 然后 也很感谢小深吧 小深的对手 他送了我好几次 那个胜利 对 我觉得好像在 跟他对战的时候 好像下了有七八盘动世界大赛 然后他一直在 唯一在赢 我特别感谢小深 如果没有小深 我可能冠军都好 少拿好几个 而且2比0的比分 两次了 就两次 三次 总共他一个 比较大赢十页 三次 我下了九次 十次 九次翻起 唯一的三次 那个2比0 有两次是赢小深的 我还没想到 他已经那么轻松了 小深 我是这里说一下 小深你还是要 再多多努力一些 对 要多努力 然后 在面对现在AI这么强的时候 然后大家都不停地学AI 我感觉我的对手 就是算潮水一般 像我的那个奔勇而来 你知道吗 但是我觉得 我能做的 唯一我唯一能做的 就是不停地击退他们 嗯 现在没觉得小深特别 对你来说特别 威胁特别大 威胁还是 呃 就是挺感谢他 对 感谢他 就是不停地让我证明自己 所以 因为我一直不会把其他人当作什么什么样 我都是觉得 因为我想超越的是自己 嗯 我如果 我现在觉得 嗯 有段时间吧 我现在突然觉得 自己有的时候看到自己的AI的吻合度 看到自己下的契合 的时候觉得 自己好像还蛮强的 对吧 然后我 所以 所以我就想 呃 一定要拿一次世界冠军 这两年 无论什么比赛 把这些拿一次再向来证明自己 以我现在的 阿六 我觉得以现在的 这样的状态的话 嗯 我 嗯 我不会再输个任何人 就是如果说 一直能保持这个状态 我不会再输个任何人 对 我也不会比任何人差 所以 嗯 对 其实现在好多人在说 那个小深是 深功智能 怎么样 这个经过又一次 这个 跟他翻起赛 对这个 对这个对手 就到了 除了感谢以外 还有什么比赛 对 嗯 可以说 他是00年的 他00年的 可以说 他是围棋界的一个 非常厉害的后浪 就是说 已经 他的战绩的彪悍到 已经没有什么人 能与他比赛 但是我是不知道 我比他差 然后 就是 唯一就是想感谢 相对是有感谢你 让我赢了那么多次 下一次赢次 下一次赢次 这也没办法 他觉得 他还有些地方 还是需要提升一些 嗯 嗯 对 好 谢谢 谢谢 嗯 我们每次听 柯杰的采访 就是都是这么的欢乐 看了柯杰的采访 我觉得我们后面这个 就不用再继续 给大家摆了 因为呢 大家都已经知道 最终的胜负了 然后我们也恭喜柯杰 获得了他的第八个冠军 是的 是 最后也是一个戏剧性的一个半幕 旁边七幕 对 刚好是铁六母半的规则下的一个最小的差距 是啊 柯杰跟三星杯还蛮有缘的 得了好几次冠军了 而且刚才采访其实还没说完 还一直在说感谢小深啊 是 没想到这个2比0赢 他赢得那么轻松 我觉得这个采访过后 柯杰的各种经典语录 又要在网上又要这个流传一阵 结果确实胜负就是 经济体就这么残酷 其实小深我觉得其实也 其实也挺应该让人尊重 我觉得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是啊 因为他也是接连战胜了好多中国棋手 然后走到决赛 然后第一盘又是出现了一个 前所未有的一个事故吧 输掉 然后这次又是以一个被逆转 最小最微弱的半幕输掉这个比赛 感觉也非常的悲情了 感觉就是 希望他也是不要泄气吧 继续那个可以努力 然后再次向柯杰发出一些挑战 柯杰不也说了吗 小深是00后最强劲的后浪 所以看来呢 还需要再磨练一段时间 面对柯杰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要 在各方面都要准备好 才能战胜柯杰 从棋上面还有包括心理上 在各个方面 觉得柯杰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对手 同时呢 可能也是小深一个 很好战胜自己的一个 就是一点点的体验吧 希望他以后再继续努力 对 再次最后再次祝贺柯杰 好的那我们今天这盘棋呢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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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